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联想到了一个民间传说 据说人死之后 亲朋好友哭的死心裂肺 哭声就触动到了死者的亡魂 死者同样伤心不已 就喷出一笔鲜血沾到了棺材盖板上 形成了这种发散状的密集细纹 而这种图案在当地被称为龙须 当然 这只是民间传说 考古专家打开棺盖之后 果然又发现了一具黑色木棺 而棺盖上同样出现了龙须纹 紧接着人们把这棵棺材抬了起来 结果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头皮发麻 具观内部密密麻麻全都是龙须纹 考古专家倒不是害怕所谓的民间传说 而是这些龙须纹其实就是植物的根系 所以当初建造这棵石棺的时候 三合图里面混入了草籽 加上墓穴环境非常潮湿 这些植物根茎就在石棺里肆意生长 而龙须的出现也意味着石棺的密闭性非常差 考古专家按道一声不好 墓主人的遗体和陪葬品很可能早就腐烂成渣了 专家还发现巨棺底部有七个凸起 正好是北斗七星的排列形状 难道二号石棺和一号石棺一样 里面有北斗七星阵法同胞 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黑色五官 里面的场景让专家喜喜万分 墓主人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 连锋不动地躺在棺材里 遗体看起来保存得相当完好 难道已经形成了干湿了吗 专家用手触摸了一下墓主人的脚趾 结果听见嘎巴一声催响 脚趾头竟然断裂了 这就说明遗体的软组织已经全部分化 眼前的只是一具白骨 由于棺内的密闭性不好 墓主人身上的纺织品也早已氧化成渣了 稍微一碰就会断裂 专家只好放弃接取衣物的想法 为了了解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专家给遗体拍了X光 结果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广西挖出两口七星巨棺 棺材内惊现北斗七星镇法图 还出土了一枚瑞士手表 难道墓主人是穿越者吗 考古专家给墓主人拍摄X光后 发现了几枚铜钱 他们看似毫无规律地摆放在墓主人的身周 可当专家把这些照片合并到一起后 当场发出了一声惊呼 因为这竟然是北斗七星的形状 又是北斗七星 这两座石棺到底隐藏这两些秘密 难道真的如同传闻那样 北斗七星是用来镇压妖邪的吗 这对夫妻下葬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考古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 发现明朝的皇室对七星图情有途中 朱元璋的皇陵以北斗七星的形状修建 而万历皇帝躺在棺材里的姿势 也是帝王专属的北斗七星藏姿 所以这两口七星石棺 很大概率和明朝的皇室有关系 但墓主人的下葬姿势太卑异了 一般来讲 古人下葬时 会让死者的双手平摊放在身体两侧 可眼前的这具遗体 却将双手合并放在腹部 而这是基督教独专属的下葬姿势 考古专家彻底凌乱了 在广西发现了明朝皇室专属的七星棺 里面却葬着一位基督徒 这不是纯属开玩笑吗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搞清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可二号石棺的陪葬品少得可怜 并没有任何文字信息 而就在出土的所有文物当中 最为诡异的当属这枚戒指 因为它的造型和瑞士手表一模一样 指针指向十点零六分的位置 还有表带和旋钮 造型和瑞士手表一模一样 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明朝的墓学中 竟然出现了一块瑞士手表 考古专家打死都不敢相信 有人认为这是盗墓贼留下的东西 可这座墓葬并没有任何被盗取的痕迹 此时村里的老人说 几十年前这片地方是个果园 应该是有人不小心把戒指吊在了地上 日积月累之下戒指就沉入了墓学里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可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是个谜 此时有人声称 墓主人是明朝的建文帝朱允文 因为发现石棺的地方名叫关黄屯 谐音就是埋葬皇帝关国的地方 而在墓学的西南方向还有一个渠黄屯 相传几百年前有一位落魄皇帝居住在此 经常在河边钓鱼 钓来的鱼都被养在一座小池塘里 而这个小池塘就变成了如今的渠黄屯 如果传闻是真的 那么这个落魄的皇帝很有可能就是建文帝 他被叔叔朱棣赶下皇位之后生死不明 朱棣曾派人四处寻找 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 难道建文帝逃到了广西上司县隐居了吗 可他为什么要用基督徒的下葬姿势呢 广西挖出两口七星巨关 遗体被七星法阵封印 墓主人竟然是明朝的建文帝 专家表示石棺里的陪葬品样式和广西当地截然不同 主于中原地区独有的风格 这也就意味着墓主人不是广西本地人 加上这处墓穴没有任何墓之名 当地老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里埋葬着某位大人物 所以墓主人很可能在刻意隐瞒身份 而什么样的人才会刻意隐瞒身份呢 并且死后使用皇室专属的七星关 恐怕只有朱棣苦苦寻找的建文帝了 可这一想法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为遗体的下葬姿势只有基督徒才会使用 而最有可能和基督徒有关的 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永利帝 当时清军大局南下 不断攻占明朝的疆土 永利帝就退守了云南和广西一带 为了寻求罗马教会的帮助 接受了基督教士普米格的洗礼 成为了基督徒 可当普米格拿着求救信来到罗马之后 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而普米格在返回中国寻找永利帝的途中病死了 这件事听起来很离谱 但在历史上真是发生错 永利帝当初不愿意解散后宫 所以他并没有接受洗礼 之后吴三桂攻入云南 永利帝一路逃到了缅甸 结果被缅甸王抓起来送给了吴三桂 而吴三桂害怕夜长梦多 就在昆明当街处死了永利帝和其家人 可奇怪的是 永利帝死后不见尸首 现如今的永利帝坟墓也只是一座衣冠种 有人表示 永利帝其实并没有被处死 而是被吴三桂藏了起来 因为吴三桂并不是真心臣服于清政府 他想仗着永利帝的身份起兵谋反 而永利帝就被他藏在了广西上司县 这也印证了上司县关于关皇屯和渠皇屯的砍说 而传说中的落魄皇帝很有可能就是永利帝 眼下众说纷纭 为了确认这座古墓下葬的具体时间 专家对陪葬的衣物进行了探视室检测 结果发现这件衣服是1560年左右的物品 而建文帝是1399年失踪的 永利帝是1662年遇害的 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完全对不上 而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 其中朱元璋被葬在南京 朱启玉被葬在景泰陵 朱颖文则是下落不明 其余13位皇帝全部葬在北京十三陵 那么这座明朝时期的皇室七星官里 究竟埋葬着谁 目前为止考古专家还在研究 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 真相终有一日会浮出水面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